好 在加州只要有意外车祸 保险公司就会登记 赵旭的驾驶人点数 不过这驾驶人的点数 要如何来计算 其实很多的民众都并不是很清楚 因此东森电视与林大卫 保险智库制作的保险智库单言 特别只要请保险专家 来向观众做解答 事实上所谓的一千元 是指车祸发生的总额 这些其中包括了 自己的租车 拖车 还有自己的致富额 比如说某人开车 自己创了门口的大树 出了一个小车祸 他的总修理额是要一千五百块钱 因为这个人买了全保 但是他的致富额是一千块 所以保险公司扣除了致富额的时候 就开了五百块的支票 给某人去修理 这个时候呢 因为保险公司 虽然付出了只有五百元 可是总赔赏额是一千五百块 远远超过了一千元 所以点数还是要计算的 所以林大卫保险团队 在这里建议您 如果发生了车祸 无论大小 务必要先给你 自己的保险经济 协商 并且估一下价钱 看是否值得去申报这个车祸 除了要解释汽车保险的点数计算之外 林大卫保险智库系列报导 星期三呢 将为观众朋友讲解车祸理赔的注意事项 本周六晚间的新闻时段 还会播出呢 林大卫保险的专题报导 欢迎观众朋友们 持续